在俄罗斯全面入侵乌克兰进入1000天的时候 美国驻联合国大使格林菲尔德星期一表示 美国将在未来几天内宣布向乌克兰提供额外的安全援助 格林菲尔德在初期联合国安理会召开的纪念俄罗斯入侵乌克兰1000天的会议上指出 俄罗斯派遣军队和坦克进入乌克兰领土 并向基辅发射导弹等都是在公然违反联合国宪章属于流氓国家的行为 他也重申美国对乌克兰的支持 但是没有提及美国允许乌克兰使用美制远程导弹的课题 感谢观看